接下來的話,我上課我講到,就是我有上課錄影下來 然後錄影的時間應該至少16年 16年之前其實也有錄,大概差不多快20年了 然後呢,所以因為累積下來影片數量非常龐大 這個數量的話應該會比其他的YouTuber多太多了 我算一下大概有3萬部吧 那每一部的話大概就是10分鐘 所以總時數超過5000個小時 所以我剛剛講,人家是Vlog,我是Tlog Teach的Log 所以等於是說,我從年輕慢慢拍到中年,再拍到老年 所以你在我的YouTube頻道上面 你可以看到16、17年前的我 還持續在那邊,這還蠻妙的 你看到以前從年輕的時候 老師,對你以前看起來很年輕 你不要這樣講,我會難過 其實我現在還算是保持年輕 因為我現在每天都還運動 所以我以前可能都開車來 我最近上個學期開始,我就再也不要開車 我車子好像快一個月沒開了,不知道還能不能發動 我現在做什麼?每天我要坐火車來好了 為什麼?因為還需要可以 因為有一段U-Buy,我要騎U-Buy 所以我現在慢慢給自己一個目標 我每天一定要騎車的話至少騎10公里 如果不能騎10公里的話 因為我家裡有飛輪 我就在飛輪上面騎一個10公里 你說老師10公里有點多 對,我後來想了一個方法 真的可以 就是我把飛輪放在電視前面 然後我一邊看Netflix 或者看YouTube 然後我一邊踩 然後有時候踩到忘記我在踩 因為我的視覺應該已經在電視那邊 可是我已經放棄一直在踩 OK,就可以達到健身 又可以達到娛樂效果 這方法還蠻好的 而且這件事我大概持續做了 疫情開始吧 大概持續了一兩年吧 我發現慢慢有成效出來 又感覺到有差 另外的話,我要強調一下 我自己本身非資訊相關科系 那你說老師你為什麼來上這個課 跟各位講 我跟各位一樣有一個相同的背景 我也是文學院出身的 我也是中文系畢業的 而且我還一路念到中文博士畢業 但是後來沒有走文學相關的 OK 那可能也是因為發展 整個產業其實說真的 還是比較需要這部分人才 然後呢 另外的話其實我覺得科技業也比較有趣一點 因為大部分都年輕人 你會發現這個業 像我記得我的第一個軟體工程師工作很妙 我那時候才幾歲 我大概23歲吧 23歲我進去大概一個月 好像就有很多新人進來 大概半年的時候我發現我已經變資深了 我才23歲 然後後來新的工程師進來 我變成我是資深工程師了 我覺得很好玩 而且裡面都年輕人 感覺彼此之間比較不會勾心豆角 而且比較不會以老賣老 然後每天下班大家都可能就聚一聚吃吃飯 我覺得蠻好的 反而有一些行業 因為都老人 所以你一去就覺得老氣沉沉的 OK 就覺得那個環境不是很很喜歡 所以你也可以選擇你自己要的未來的那個工作內容 然後工作的環境 那所以呢 因為這樣關係 我可以從那個非資訊科系的角度 來看學習程式應該怎麼做 因為我覺得啦 本科系的 有本科系的 他的一個限制吧 那因為我從不同的角度 我發現 我寫出來程式其實有個好處 大家都聽得懂 然後呢 至少比較有成就感 而且 會比較有樂趣吧 因為你做這件事情 第一個沒有成就感 你怎麼做得下去 第二個不好玩 你當然一定不可能辭去 所以一定要有成就感 然後一定要很好玩 所以哪怕那個事情不好玩 你也要自己想出好玩的辦法 自然而然就可以持之以恆了 就像我剛剛講那個啦 我騎飛輪 騎飛很無聊嘛 你一直踩一直踩 不是多無聊 而且他還不會動 不像騎一般他還會往前 騎飛輪就是一直在那邊踩 那所以呢 我就想個辦法 我趕快把它放在電視機前面 然後家裡有那個 有沒有 然後有YouTube 而且現在好像電視都有數位的 有沒有 就是直接聯網的 直接按一下 就可以開始播 感覺也蠻好的啦 OK 好啦 所以想想辦法 反正就是可以讓生活變得更不一樣 我覺得如果生活都一成不變 真的是蠻無聊的一件事情 所以要怎麼樣改變 那我覺得真的可以思考看看 那後面這些我想大概知道一下 然後 那為什麼需要影音的輔助啦 其實最早為什麼要錄影 因為學生每一次都聽不懂 然後每次上課呢 就會說 老師你上個禮拜的東西我聽不懂 他會再講一遍 我再講一遍 然後下個禮拜呢 又再 老師你上個禮拜的東西 我還是聽不懂 再講一遍 所以我就覺得 尤其是寫程式這件事 真的不是聽一次就懂 所以怎麼辦 後來我就想說 我要想一個辦法 解決這個問題 於是乎呢 我就想到一個 把它錄下來算了 發現這個方法還蠻好的 因為 會來問問題的 多半都是他回去有複習不會的 那他看影片都ok 那再來如果說他不會的話 那就可能一個狀況 就是他上課沒聽 回去也沒有複習 那當然就是他的問題了 不是 我說我有錄影下來 你可以回去自己看 好 那另外的話 程式 還需要完美 完美的話就是一個字都不能錯 這個完美非常重要 那這個完美不是說 像人一樣這樣完美 不過不是啦 就是說你不能寫錯就對了 然後呢 你要想辦法 怎麼樣讓他可以完美 那我的想法當然就是說 最好你又可以 多產生一些範本 然後呢 另外還有一點很重要 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呢 我給你們的東西 絕對不叫做標準答案 是參考答案 你可以想想看 你自己的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寫法 還有你的邏輯 換個角度 其實寫出來程式 也會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是可以接受的 然後其他的話 我會有蠻多東西協助的 所以呢 我們上課的 不是只有單單課堂講 所以我會把影片上傳到YouTube 放在Poto上 或者放在雲端上 你們可以自己再回去看 OK 所以如果假設 你們回去要複習的話 當然第一個 一定要記得什麼 雲端的位置 雲端我剛剛講 這個雲端王子 這個 這個王子 OK 就是還記得 這可能要記一下 王子的話 請各位幫我下載這個範例檔 然後把這個範例檔直接下載一下 這邊有個 直接 你點兩下下載可以 這邊有下載 或者你按 我習慣按右鍵 按右鍵這邊有下載 然後它是一個壓縮檔 你可能要把它解壓縮 應該解壓縮應該會吧 解壓縮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就是怎麼樣 找到這個範例的題目 這個題目 這邊有 在這裡 然後把它打開好了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是一個壓縮檔 有沒有一個拉鍊 按右鍵這邊有個解壓縮 用這個 解壓縮字詞 所以我們這個軟體好像有編碼的問題 按右鍵 如果不用解壓縮全部好了 這個應該就比較沒問題 直接按解壓縮 怎麼還是亂碼 開起來應該是正常的 但是這個編碼有點怪怪的 不過這個我們再看看好了 我現在下載 正常狀況應該是不會出現這樣的一個亂碼情況 這個我在看是不是學校的電腦這邊有一點點問題 OK 那請各位就是先把這個檔 這個裡面解壓縮 你們看一下你們電腦是不是正常的 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 這個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 變成亂碼的 那其中的話當然 如果你 假設亂碼沒關係 你可以先開啟其中第一個 這個打開 第一個資料夾 就是文字與資料函數 的第一個檔案 那打開之後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問題 這個問題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手機號碼 我希望把它變成一個類似台灣的一個電話號碼 就是09 那如果假設我的需求是希望我的電話號碼來自於後面 但是我必須要組成一個邏輯就是前面一定是09 那以前的做法是用土法煉鋼 09有沒有 然後再加11 然後再1槓 那一定要三個字 所以不夠三個字要自己補一個0 然後再84 然後1槓 這個7的話呢 應該要補兩個0 所以變007 OK好 那當然我們假設用人工的方式來做 你會發現很沒效率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這邊假設有一萬個會員的話 那你做到什麼時候才會下班 怎麼可能下一個 然後再加10個會員 原來